大家好,我是曹操 今天我看了在远方的957的视频 它的狗子名字叫小花花 然后得皮肤病了 得的是异味性皮炎 也就是过敏 这个病是皮肤病里边最麻烦的一个 因为过敏它就是说白了就是治不好 其实我也是一个养狗的人 我的狗叫九月 是我在去年九月份在成都的一个小动物保护中心领养出来的 刚领养出来的时候也是皮肤病比较严重 然后我就是九病成一相当于自学成才 把它的皮肤病给治好了 所以这个视频我就给957以及其他受宠物皮肤病困扰的宠物主人一个建议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过敏作为一个治不好的皮肤病 我总结的有三种应对的方式 第一就是躲避过敏源 第二是药物质养提高生活质量 第三是增强皮肤的抵抗力 减少激发感染 结巴了哈 看起来简单 但是这三个里边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致的问题 你听我一个一个跟你们说 第一个躲避过敏源 我看到很多皮肤过敏引发皮肤病的主人给他的狗治疗的时候就是这个医院给你检测一下 他确定你这个就是过敏 异卫性皮肤病 然后直接让处方疗 某家对不对 就结束了 那其实不能这么结束 过敏源 其实是可以去检测的 可以去做血液检测 来确定具体是哪一种食物的过敏 你要去找一个大医院 比如说农大的医院 首先先跟大家念一个数据哈 呃这个数据就是 具体的哪一种食物在已经确诊有异卫性皮炎的狗的狗里面占比是多少 第一位牛肉占比34% 也就是说这些有过敏的狗有34%都对牛肉过敏 第二位 牛奶17% 第三位鸡肉15% 第四位小麦13% 第五位大豆6% 第六位羊肉5% 第七位玉米4% 第八位鸡蛋4% 第九位骨肉2% 第十位鱼肉2% 第十一位大米2% 然后我再给大家读一个莫加 这个品牌的过敏的处方粮 它的营养成分 我给大家读一下 原料组成第一位小麦 第二位骨圆粉 第三位大米 先说一下这三个成分吧 大米刚才读的数据是多少 过敏占比13% 占了首位第一位 这可不低啊 13% 第二位骨圆粉 什么是骨圆粉 小麦蛋白 前两位小麦和小麦蛋白 小麦小麦小麦蛋白是什么 是肤质 就是面积 就是肤质 当然小麦第一位 小麦里边也有面积 也有肤质 肤质有什么作用 大家要知道 肤质能够增加发炎 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 在这个成分表里的 第三位大米 过敏占比2% 小麦13% 两块钱的大米 对售价几十块钱一斤的狗粮来说 是太贵了吗 第二个问题 过敏占比2%的鱼肉 价格是太贵了吗 再念一个 它另一个 也是这个牌子的 也是这个过敏的处方粮 它另一个产品 第一位大米 第二位大豆 莓解蛋白 第三位牛油 所以问题又来了 还是刚才我那个问题 基本不用变 是鱼肉太贵了吗 对吧 是不是鱼肉太贵了 你卖的那么贵 都舍不得用鱼肉 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是加入了大豆 莓解蛋白 这个很差的蛋白质来源的话 它的粗蛋白也只有19% 但是粗脂肪达到了17% 这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家的狗 想要维持体重 就需要多吃 吃的多拉的多 吃的多拉的多 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看起来 它这个脂肪占比不算很多 但是你只要吃的多 那这个脂肪渗入也是非常大 就容易引发什么问题 一线炎的问题 第二个 如果你的狗吃的不够多 那就会日渐消瘦 这就是我的结论 它的这些处方粮 在营养上极差 我克制一下 然后 在躲避过敏食物的方面 普通 普通 一般 市面上也有 用鱼肉作为主要成分的 就是蛋白质来源 只有鱼肉一种 其他的又没有穀物 它可能比有些处方粮 还要低过敏 具体哪一个牌子的 哪一个产品 我不说 因为这不是一个广告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处方粮 不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 就是很生气 有点语无论次 第二个是 给大家推荐个药吧 就是药物质养 治疗 异味性皮炎 尤其只有一种药物 可以长期服用 而且副作用极小 而且效果又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爱波克 大家都可以去查 它就是爱波克 只有这一种药物 可以长期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贵 这个我会把这个 购买渠道 价格低一些的购买渠道 发给救护器 药物质养 它就可以提高宠物 在发病期间的生活质量 第三个是增加皮肤的抵抗力 这个不太需要多说 大家基本都知道 什么鱼油 蛋黄粉 这个那个的 还姜黄粉 这个那个 还有的会补一些维生素 是吧 但是维生素要告诉大家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你补这个负荷维生素的话 有的维生素 它是不能够在体内长期大量的堆积的 建议可以负荷维生素少喂一些 维生素B足可以多喂一些 不是多喂一些 是喂的时间长一些 你如果维生素B你去搜的话 搜宠物的你可能搜不到 都是负荷维生素 但是你可以搜受用的 受用维生素B足 就是那个粉末 你可以给它加水里让它喝 那个是可以让它连续喝个两三个月的 当然你要计算用量 增加了它皮肤的抵抗力 也在它发病的时候又给它止痒 那么它就发病 它就不去挠自己的皮肤 不挠自己的皮肤 或者稍微挠一挠 有一点点破损的话 因为抵抗力强 它也就不容易引发其他的一些细菌 真菌满虫的感染 基本上就说完了